可能是我过分谨慎了 一不小心就揪出一个小老六 盒子里一看还有一把顶尖钢铁阵线AMR 可惜了子弹都不给我留几颗 先是偷袭 还一半血是没有了 提前枪 这哥们儿立马就慌了 还手都不赶的 可惜了没爆什么好东西 也就是个六级甲呀 哇还捡了这么多变卖物啊 诶注意听 被我拦住一个 最可怕的就是 这进辐射区的入口有个老六 接下来辐射区应该没人了吧 诶还有脚步啊 怎么这么多啊 来一个 轻走一个 这辐射区里面最可怕的就是这些小怪了 非常烦一直逮你 这个包包过来在舔 雷之前捡到一张黑卡 咱们先把黑门开了 小怪又过来烦了 其实辐射区 你先进来一直要被小怪纠缠挺麻烦的 必须开枪还要暴露位置 此时辐射区在赶过来其他对手 听信息相声就很容易打出一个偷袭操作 只有一根金条 之前在这里最夸张的是开出两个金砖 运气不太好啊 好的 李氏爆了一把妹控 我们可以先把妹控剪着 用妹控来清小怪 这维克托尔打这些小怪 实在是浪费子弹太严重了 妹控子弹多一点 全是妹控子弹 要是把妹控摸爆的话 迪A这小怪还真的受不了他 血还挺厚的 这迪A的箱子爆率有这么高吗 一根金条到手啊 旁边还有一个小箱子 看着平民武器给了个金砖 真的离谱啊 可惜了 武器箱里没开出什么车力行销枪 这改进的SKS也用不着啊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A2码再换上 直接走了 没人卡我啊 运气挺好的 这把赚了三四百万